和客户酒店谈生意 却遇到妻子挽着小鲜肉走了出来 回家后 不等我质问 她居然率先甩出了离婚协议书 她冷言 你只喜欢挣钱 根本不爱我 我们分开吧 林旭才是我的真爱 我捧在手里宠大的宝贝女儿 竟然也不站在我这一边 她说 爸 您放了妈妈吧 只有林旭哥哥那样的男神 才配得上我妈妈这么高洁的女人 我惊了 这些年拼命工作赚钱 把她们当玫瑰一般 教养了13年 在她们心里 我竟是如此不堪 我怒急返校 倒是想看看 没了我的公养 她们还能高洁得起来吗 和柳如烟结婚13年 我从没想过她会出轨 她喜欢跳舞 国风舞 芭蕾 都精通 为了她的一句 不想为金钱亵渎武魂 婚后我拼命赚钱 累得一天就吃一顿饭 尽管这样 我依旧会坚持 每天回家 每天陪她和孩子 吃晚饭 散步 家里的事 我尽量不让她操心 我请了两个保姆 不管多忙 晚上都会回家 辅导孩子的作业 可现在 她为了离婚 口口声声 都是对我的埋怨 她理直气壮自己的出轨 是因为我没时间陪她 她说她不是养在 温室里的玫瑰 每天浇水施肥就行了 她需要精神上的共鸣 精神上的共鸣嘛 以前她也对我说过 她说我就是她的精神支柱 原来精神支柱和精神共鸣 不是一件事情 可能我真的不懂她吧 可是那的男孩 初见第一眼时的眼神 就让我明白 她根本不会去柳如烟 她眼神里的算计和贪欲 是如此明显 单纯的柳如烟 怎么可能看得出 你和她 在一起多久了 我艰难地问出这句话 心里像是有个伤口 被来回撕扯 柳如烟别过脸 脸上闪过一丝 不自然的神色 跟你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不爱你了 你问这么多有什么用 我叹口气 尽管心中潜藏着怒火 却依旧不愿意 他们被人欺骗 柳如烟 你口中的那个灵婿 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你 爸爸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曾经以为 你起码会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现在 却背地里说灵婿 哥哥坏话 破坏他和妈妈的感情 我话还没说完 女儿就打断了我 他说这些话时 看着我的眼里满是厌恶 柳如烟也冷冷看着我道 你不用挑拨了 我和灵婿之间的感情 你是不会懂的 我活了三十八年 第一次碰到灵婿这样的人 我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他都能明白我想要什么 我们是如此的契合 他是我的维纳斯 是我的命定之人 而你呢 你除了不断地拿钱侮辱我 你还能干什么 他说起灵婿时 用的全是赞美之词 甚至将他比拟成爱神 可提到我时 除了钱 就是侮辱 不止 还有我视为小公主的女儿 他说我在挑拨 到底是我跟不上时代了 还是他们的三观都不在了 我就多于担心他们 胸口的怒意仿佛破开了牢笼 我怒急而笑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给你们优渥的生活 是我的错 恨不得把全世界 捧到你们面前 也是我的错 不就是要离婚吗 可以 我成全你柳如烟 和陈田脸上 居是一喜 我冷笑一声 继续剩下的话 但是 柳如烟 你出轨 只配近身出户 我辛苦赚的钱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去便宜 外头的小白脸的 柳如烟脸色又难看下去 紧紧抿着唇 今年 你半点夫妻情分也不顾了吗 你好歹给我留个住的地方 你刚不是还说我只会拿钱侮辱你吗 你觉得我给你钱花 给你优渥的生活 给你大房子住是在侮辱你 现在又何必开口再要 瞧瞧 这就是柳如烟的双标 不爱你了 你给的就是侮辱 爱你时 你就是给他一巴掌 那都是爱的公养 柳如烟一瞬间脸色通红一片 冲我怒吼 不要就不要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把钱看的比命都重要 我垂下眼界 我从来都不是把钱看的比命重要 我从前是把他们看的比命都重要 才会拼命赚钱 只可惜 没人会珍惜我的这片心意 我深吸一口气 看向陈田 那你呢 留下来 还是跟你妈走 陈田冷哼一声 我当然跟我妈走 跟着你只会变成一个满身同袖的人 还有 我真的很讨厌你 你每天回家只会跟我讲作业 让我学习 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你现在对我和妈妈更无情 把我们赶出去 连个住的地方都不给 等我长大以后 我也不会再认你我量抢一步 女儿的话像一根钢针插进心脏 又疼又胀 却也让我失望不已 随你撂下这句话 我再不与两人分辨 抱着被子进了书房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我坐在办公桌前 眼泪落了又落 一门之隔的大厅里 柳如烟和陈田开着音响 跳着舞庆祝 庆祝脱离我的人生 庆祝明天的自由 我深吸一口气 擦干了眼泪 打电话给律师 既然他们都不爱我 我何必要不舍 喂 周律师给我做一份离婚协议 财产一分不给 另外清算一下 如果我老婆有给别的男人花钱 都要追讨回来 我女儿的生活费 按规矩来就行 一分都不多给柳如烟 陈田 既然你们这么向往所谓的自由 我就成全你们 第二天一早 周律师带着离婚协议到了家里 我让保姆将柳如烟 从楼上叫下来 听到我要追回她送给灵旭的东西 柳如烟当即叫了起来 陈青年 我们是夫妻 这些财产我也有一份的 凭什么我不能用 用在你自己和闺女身上当然可以 但是用在别的男人身上的 不合法 也不合劳资心意 我双腿交叠 强行忽略掉心底被牵扯的痛感 冷着声音第一次在她面前说脏话 从前不能说是伪装 只是因为在乎 所以一直收敛着自己的脾性 更何况我一直觉得 对孩子的教育要身体力行 所以我时刻注意着 不能让女儿学我的陋西 现在看开了 也看穿了 只想随心所欲了 等离了婚 公司我也不打算再往大的做 毕竟从前是为了让他们衣食无忧 现在 我只想弥补我自己 去踏马的狗屁爱情 都是假的 陈青年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小度鸡肠的男人 钱你给我了就是我的 我送点礼物怎么了 柳小姐 根据婚姻法规定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赠予他人时 应征的夫妻另一方的同意 不然 另一方有权追回周律师都听不下去了 直接插话 顺带将离婚协议推了过去 柳如烟也气得很了 只点头 行 那我就跟你打官司 我要分走你一半的财产 我也要请律师我长叹一口气 从身边的文件袋里取出一叠照片扔到他面前 就这 你还想分走我一半的财产 还有你婚内转移财产的证据 我也有 你 你查我 柳如烟瞪着双眼 愤怒地拿起茶杯砸向我 我没躲 任由茶杯在头顶碎裂 鲜血瞬间躺了下来 老板周律师急了 立刻用袖子来压我的伤口 被我挡开了 我直直地盯着柳如烟看 看得他发虚 你 我 我这不叫茶 这叫收集证据 刚才你砸我的这一下 可以算故意伤害他这一杯子 砸掉了我心里对他残存的感情 现在我只觉得不值 可能是我们吵闹的声音太过 将女儿吵醒 他穿着毛茸茸的妥协蹭蹭跑了下来 立刻挡在柳如烟身前 爸爸 你非要跟妈妈这么计较吗 怪不得别人都说 男人都是冷血的 他护着他妈时 对我脸上的血视而不见 到底谁才冷血 我极力克制着教训这个女儿的冲动 冷着脸点头 对 我就是冷血 计较 小肚鸡肠 委屈你们跟我相处了13年 现在可以不委屈了 签了协议 你们就可以走出去了 再也不用跟我这样的人 朝夕相对了 女儿抿着唇 倔强地看我片刻 扭头晃着他妈的手 妈 签就签 咱不稀罕她的臭钱 林旭哥哥也不是物质的人 咱们离了他 让他孤独中枉 独自后悔去 柳如烟本来就有些动摇 这下得了女儿的支持 当即道 好 妈签看着柳如烟唱坏的签字 我只想发笑 林旭不是物质的人 不物质会要柳如烟给买小别墅 还买50多万的车 那天见他 从头到脚都是牌子祸撑着的 柳如烟和陈田 还是被我养得太单纯了 哦 不 是蠢 签了也好 我之所以着急 要周律师过来办离婚的事 其实也是防着林旭这个人 多年经商 我见过的人不计其数 只看他一眼 我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 如果不让柳如烟快点签了协议 这个林旭搞起事来 不知又要浪费我多少精力 签完字 柳如烟用力将笔扔在茶几上 陈青年 我承认你在赚钱上很有天赋 但除此之外 你不觉得你活得很失败吗 从小你爸妈就不要你 长大了你也没什么兄弟 现在就连你女儿都不要你了 你还装得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呵 他撂下这句戳心窝子的话 得意地拉着女儿上楼去收拾东西 独留我肝胆欲裂地盯着她的背影 眼前发黑 父母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和恨 四岁那年 我爸妈离婚 他们谁也不肯要我 最终我背叛给我爸 我妈走后对我不闻不问 直接销声匿迹了 而我爸借口外出打工 把我扔给唯一的奶奶 也开始挽起了消失 我和年迈的奶奶 靠着政府的资助活到十岁 奶奶摔了一跤后没了 后来我被送到了福利院 在福利院因为身材弱小 我受了不少欺负 我的童年并不幸福 柳如烟是知道这一点的 从我们谈恋爱开始 我就对她坦诚一切 只是没想到 我的坦诚如今变成了她手里的刺刀 毫不留情地扎向我 周律师带着同情的目光看向我 桌上的材料她已经全部都收好了 我苦笑一声 今天辛苦你跑这一趟了 那个什么邻居那边的钱款 尽快帮我追回好的老板转身要走时 周律师又迟疑地看着我 老板 您的伤 真的不要去医院处理一下吗 我摇头感叹 一个下属都比我的老婆孩子更关心我 周律师走后 我到卫生间洗了八脸 伤口早就被凝固的血块糊住了 脸上的血迹也干了 没去医院的必要 自己清理了一番 换了件衣服 我去了楼上 推开门 柳如烟在衣帽间收拾我曾给她买的那些名牌包和首饰 眼睛往旁边扫了一眼 女儿也是 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我并没有阻止她们带走这些东西 毕竟这些针全部折就卖了 也不会超过一百万 我禁止走到保险柜前 这里面有一套千万的首饰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给她带走的 看到我改了保险柜的密码 清除她的指纹 柳如烟脸色也变了 那套首饰是我的柳如烟 你知道什么是精神出户吗 别说这套收拾 就连你手上的那些包 我要是不想让你带走 你都没全力带 柳如烟这下是真不敢说话了 今天我在她面前展现出的样子 是她从来没见过的冷漠 她其实 是有点怕这样的我的 只是我没想到 东西收拾的太多 柳如烟竟然不是找搬家公司 而是打电话给林旭求助 林旭在电话里跟柳如烟吵了一架 柳如烟一边哭 一边拿眼睛瞪我 对她这服样子 我无语至极 林旭赶到我家时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离婚协议呢 那份不幸 从前凭什么 我看着这个登堂入室 又趾高气昂的男人 再次冷笑出声 你是以什么身份站在着 跟我说这话 小三 接盘侠 林旭的脸色相当难看 愿读地与我对视 有了林旭在 柳如烟似乎找回了底气 他指着我 声音尖利 陈经年 你怎么这么没素质 我吃笑 是 你们有素质 一个勾引有福之福 一个出轨出的理直气壮 陈经年 你别口口声声 把出轨挂在嘴边 我会去找别人 归其原因 还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什么歪道理 我的枕边人 突然变得无比的陌生 这是我最初喜欢的 那个柳如烟吗 我当初这么眼下 别扯那些没用的 林旭出声阻止了柳如烟 他看柳如烟的那一眼 带着明显的嫌弃 可柳如烟跟没看见似的 反而乖巧地站在他身后 揪着他后腰的衬衣 露出小女儿姿态 说真的 以前我对柳如烟的 任何姿态都很喜欢 尤其抵挡不了 他的眼泪和撒娇 可现在 他的模样 让我胃里剧烈的翻腾 只觉得恶心 我不知道林旭 是怎么忍得住的 一个三十好几的女人 在做这种扭捏状 哦 我真的呕了出来 吐在垃圾桶里 立刻散发出一股恶臭 林旭的话 被我突如其来的情况打断 更显焦躁 等我吐完 保姆赶紧送了杯清水 换了个垃圾桶 放在我面前 我说了两次口 笑道 抱歉 被恶心狠了 实在没忍住 这位仨先生 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可以继续 林旭撑在桌上的手握成拳头 清金毕露 舌头顶着腮帮子 压抑怒火 就这 整个一小混混形象 柳如烟还说什么维纳斯 爱神 我真是呵呵了 别的都不重要 但你是个男人 不该这么欺负自己的老婆孩子吧 你女儿以后可是要跟着柳如烟姐的 你让他们净身出户 以后靠什么生活 哦 我挑了挑眉毛 问道 那依你之见 我应该怎么做 林旭眼珠子一转 你名下所有的房 车 钱 股票 都应该给柳如烟姐 你那个公司不是赚钱吗 给你公司就行了 反正你转头 也能再把这些钱赚出来 我股掌 算盘珠子崩我一脸 我名下这些资产 是我奋斗了十几年才得来的 拱手全部给柳如烟 让他们三坐享其成 而我自己在累死累活 奋斗十几年 都不用再享受人生了 直接给陈田继承遗产得了 林旭脸上越来越得意 他还真当我同意了 傻逼笑容将在林旭脸上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傻逼 实话告诉你 我不只要让他们近身出户 我还会告诉你们 柳如烟花在你身上的钱 我会讨回来 还有他婚内转移的资产 我也会一分不少地追回来 林旭的脸黑成了锅底 却依旧在做垂死挣扎 你这么绝情 就不怕你女儿以后不认你吗 嗯 这话 他说了 长大不会认我这个爸的 所以你放心养 他肯定是会认你的 林旭半张着嘴 所有的话耿在猴头 他大概没想到身边会是两个猪队友 我也累了 不想再跟他们做这些无谓的纠缠 起身送客 定居已成 既然东西都收拾完了就走吧 实在不行 我也可以叫保安 送你们一程 连续抵着腮帮子 笑得十分邪性 行 咱们走着桥 说完美好气地 吼了柳如烟一声 让他们自己把行李从楼上搬下来 为了尽快让他们从这个屋子里出去 我还是让两个保姆搭了把手 多少年了 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清静 我倒在大床上 却无论如何睡不着 大概是床的问题 我离开主卧 在客房里睡得很沉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助理清算我名下所有的房子 全卖了 包括现在住的这套 我的想法很简单 怕他们后悔了 回来堵我的门 我不是个心硬的男人 之前能在他们的无情里 很下心做决定 但如果他们后悔了 可怜兮兮地回来求我 我不保证自己不会被亲情束缚 所以一劳永逸的办法 就是把所有的住址都换掉 再说 我现在手里的房子 确实有点多 全都是带柳如烟和女儿度假的时候买的 他们娇气 住酒店总嫌这嫌纳的 为了以防万一 我也让人查了一下 林旭这个人 他走前的那个眼神 像财狼 办完这些 我去公司推到了原定的行程 也推到了部分工作 手头上的事 基本都交代给助理 还有执行经理人 没了柳如烟和陈田 我也就不想那么累了 我也该去享受 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我打算先去巴厘岛度个假 再去尔海散散心 公司的事处理好 我回家拿上证件 简单收拾好行李 也给保姆们放了假 说走就走 三天后 我收到了林旭的所有资料 林旭的原生家庭并不好 父亲是个酒鬼 喝醉就家暴 林旭的大学文凭是假的 事实上他初中就鬼混 经常参与打架斗殴 被学校劝退了 林旭十几岁就开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 从来没有具体的工作 打工是不可能老是打工的 但总能有办法混口饭吃 曾经还因为偷盗蹲过橘子 看完简短的不能再简短资料 我深吸一口气 摇头又长长吐出去 爱神 呵呵 十天后 我在感叹卢浮宫的宏伟时 收到了周律师的短信 柳如燕婚内转移的财产 悉数被追回 林旭那边除了房子和车子被扣了下来 其他的钱一分也没有回来 早被林旭花光了 柳如燕为了还上这部分钱 把那些奢侈品全卖了也没凑够 我告诉周律师可以到此为止了 他们身上纵使还有点钱 也支撑不了多久 我也不是非把人往死路上逼的人 一个月后我转战而海 在这里碰到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她笑起来阳光明媚 让人很难不心动 其实这么些年 随着事业的成功 在我身边花蝴蝶式的女人不计其数 但我始终保持着对婚姻的忠诚 对她们冷脸相待 我一直认为 爱应该是忠诚的 我不该做伤害家庭的事 只是我不做 永远有人做 比如柳如烟 女孩的眼睛很干净 清澈 也很直白 她说一碗三千块 我同意了 两个人在房间打了一碗上的牌位 她带我 她走后 我跟助理感叹 这才叫生活助理沉默了一会 说 老板 您再不回来买房子 您的保险柜和您都要流落街头了 我一个礼遇打挺坐起来 差点把这事忘了 你先给我买一套 绝对要安保好 用来暂时存放东西就行 助理小声嘀咕一句 万恶的资本家我挑眉 他最近胆子都这么大了 你说什么 我故意提高音量 助理下的一哆嗦 我说 祝您度假愉快 老板 我现在马上去看房子 老板再见 他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倒在床上 忍不住愉快地笑出声 换一种方式生活 也没什么不好 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回国的当天 我就被陈田堵在了公司楼下 我仰头看看十二层的公司 心想 难不成我要给公司也挪个地 爸 你怎么把房子都卖了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陈田瘦了一圈 也黑了 穿的虽然还是我过去给买的香奈儿 但脏了不少 找我有事 我的冷淡让他愣了片刻 随后眼里就蓄满了泪水 爸 你别生我和妈的气了 我们都知道错了 那灵旭就是的大骗子 都是他骗了我和妈才 我抬手打断他的话 你和你妈怎样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们被灵旭骗了可以去报警 找我没用爸爸 我是你的女儿呀 你曾经也最爱妈妈 怎么可以说不管我们就不管我们了 陈田一把抱住我的腰 哭得更凶了 现在想起我是他爸了 想起我爱他妈了 可一个月前他们的话语犹言在耳 一个说我恶心 一个说讨厌我的 我狠着心掰开陈田的手 空住着他的肩膀 不让他往我身上扑 陈田 该给的抚养费 我一分没少你的 我已经尽到了法律上的义务了 可 一个月五千块能干嘛 爸爸 你不能不管我们啊 妈妈都去跳舞卖艺了 你真的半点不心疼吗 我心疼他们 那谁来心疼我呢 五千已经够多了 他不知道现在很多家庭 一个月还赚不到五千块 只要他们不买奢侈品 像老百姓一样去过平淡的生活 这五千绰绰有余 对 以后别来找我 我推开他 脸上冰冷一片 转身进了公司 直打顶楼 到底是有些于心不忍 我站在床边往下看 陈田已经不在门口了 正要转身回办公桌前 就看到对面街角 陈田被对面的男人狠狠甩了一耳光 看身形 男人似乎是林旭 看来是林旭让他来找我的 来要钱 坐回办公桌前 脑子里始终是林旭甩成田的那一耳光 心里始终不舒服 我的女儿 我自己都舍不得他 我打了一个许久没拨过的电话 刘如烟说我没兄弟 其实他错了 我有几个很铁的兄弟 从没带他见过 趴下到他 这些年 我虽然不跟他们联系 但他们家里有事 我都会让人送钱过去 他们也知道 我一直惦记着他们 男人的情谊啊 不是放在嘴上的 过了几天 我就收到了消息 林旭被人套麻袋 拖进小巷子打了 打得挺狠的 当场就进了医院 柳如烟来找我借钱 说是给林旭交医疗费 我见都没见 让助理送了他一个字 滚 柳如烟骂我梁伯 被另一个对我示好的下属 破了杯热咖啡 梁伯 公司里谁不知道 陈总以前对你多好 你倒好 出轨了还来找陈总借钱 你脸盘子是有多大 有他起头 一群同事都被辽伯的 对柳如烟阴阴阳起来 柳如烟哪里受过这个气 从那以后再没来过公司 度假回来 我又成了那个拼命三郎 我不想赚钱 但手底下这么多人 要吃饭的 这天 遇到一个00后客户 非要跟我去酒吧谈生意 说巧不巧 刚进酒吧 就撞上来一个女孩 是尔海遇见的那个 欧巴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他搂着我 嘴里在撒娇 眼神里却带着慌乱 我瞥了眼不远处的两个男人 心知肚明地搂住他的腰 我的错 来晚了 一会你想怎么罚我都行 客户惊讶地看着我 哥 你这可以啊 我冲他笑了笑 带着女孩跟着他往包间走 直到进了包厢 女孩才肩膀一松 放开了我的胳膊 谢谢你啊 我笑了笑 让他自己随一点 结果我们才坐下 酒吧经理领着七八个女孩 走了进来 看到柳如妍时 我愣了一瞬 她现在落魄到需要来酒吧 当陪酒了 柳如妍看到我时 脸色也是一白 再看到坐在我身边的女孩 嘴唇都发抖了 陈今年 你竟然碰别的女人 所有人一顿 看向柳如妍 我没想到离婚了 她反倒认不清自己的身份了 我伸手将女孩直接搂进怀里 给了她一个客套的笑 柳小姐在说什么 这可是我女朋友 她立刻就红了眼眶 你明明说过 这辈子都只爱我一个的 我是真没忍住 笑喷了 柳小姐 您都出轨了 就别要求别人对您至死不渝了吧 怪恶心的柳如妍身体晃了晃 亮呛着走过来 想拉我的手臂 女孩一把环抱住我 嘟着嘴道 欧巴 不许你被这样的脏东西碰到 否则 我就不要你了 还没等我说话 我的客户就笑了起来 有意思 这位大姐 放着帅气多金的陈总不要 出轨了 然后跑来这 做陪酒小姐了 嘖嘖嘖 这出轨代价有点大 谁说不是呢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如妍 问道 林旭呢 她就不管你了 柳如烟色缩一下 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老公 我知道错了 你就救我吧 我到这里陪酒 就是被林旭逼的 我现在真的知道 错了客户 我娃了一声 这是真爱啊 为爱陪酒 鼓掌说完 她独自把巴掌 拍得十分响亮 你还白了她一眼 你活该 对婚姻不忠 就该是这个下场 欧巴 你不许心软 我捏了捏她的鼻子 把过去对柳如烟的宠溺 放到了她身上 好 我不会心软的 柳如烟还要说什么 女孩生气地看向经理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你的人带下去 经理也是在一边尴尬了半天 这会赶紧上来 把柳如烟拉了出去 柳如烟不肯出去 经理直接朝旁边的几个女孩 使了个眼色 几人将她拖了出去 客户哥哥哥地笑 一边笑 一边把我的合同要过去签 哥 你太可怜了 不跟你合作 我都于心不忍 我别嘴 突然就不想跟她合作了 甚至还有点想打死她 林旭绑架了柳如烟和陈田 接到林旭电话时 我本来是不幸的 但助理查到消息 林旭前一段时间 欠了很多赌债 我怒了 王八蛋 他绑架柳如烟我不管 但陈田好歹是我女儿 就算她对我说了很多没良心的话 也不代表我能容忍别人伤害她 林旭不让报警 让我准备二千万现金给她 不报警是不可能的 我给兄弟发了暗号 让他们报警 好在之前 我把手里的房子全卖了 不然这么短的时间凑二千万 我还不一定能凑出来 林旭这王八蛋 不知道是不是叠战片看多了 让我开着车 装着钱 在石区里转来转去 中途还让我把手机 换成了老年机 侦探娘的有病 最后绕到天黑 我累得不行 终于到了最后的地点码头 这里停着很多条船 都是大船 我一条一条地走过 突然一道电筒的光束 打在我脸上 我下意识地用胳膊挡住眼睛 这时有人猛地 将我手中的箱子抢走 我回头去看 人影钻进了船舱里 我看像一直打着光的人 他用手电筒 照着自己的脸 对我做了个鬼脸 是个很小的少年 有黑有黑的脸 似乎是这周边的渔民 林旭呢 我问他 他指了指一艘挺大的钢板船 就跑了 我二话不说 上了那条船 钻进船舱 里面亮着灯 很空 柳如烟和陈田 被绑在椅子上 嘴巴上贴着胶带 身上青子交错 看到我 他两多哭着挣扎起来 满脸的泪水 眼神惊恐不安 知道为啥我拿到钱了 还让你进来吗 林旭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 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饶有兴致地盯着我瞧 想看到我害怕 恐怕要让他失望了 哥哥我在商场上混了这么久 什么场面没见过 拿个棒球棍就想吓唬我 我邪逆他 现在把我闺女放了 一会我揍你时 给你留点颜面 你装你妈 看我不仅没有害怕 还挑衅他 林旭也怒了 将骂着直接一棒球棍挥了过来 我躲开 转身就给了他一脚 踹在他侧腰上 这家伙摔在地上 半天没爬起来 我蹲下去拍了拍他的脸 小子 哥也是练过的 惹到哥算你踢到铁板了 他愤恨地瞪着我 但又疼得爬不起来 生意做大以后 我就去抱了的散打 想着能保护妻女 散打讲究的是 挑着敌人的薄弱点打 就他侧腰那块 又没骨头 又有内脏 一串一个不支声 不过我有点后悔 一下子打得他没还手能力了 我就不能继续揍他了 违法 我只好用语言激怒他 起来啊 小废物 刚才不是很拽 要捶我 嘖嘖嘖 真虚 哥还是喜欢你刚才 狂妄不羁的样子 我摇摇头 转身冲我闺女走过去 故意将后背留给他 果然 他再次捡起棒球棍 从我身后砸过来 我矮身一个扫盘腿 这次没给他反应的机会 在他爬起来之前 我栖身而上 直接将他压在身下 一拳一拳冲他脸上打 妈的 遇你爷爷 还打你爷爷闺女 绑架你爷爷闺女 狗胆不小 警察冲进来时 我已经打解气了 爸 我本来要走的 但陈田被解绑后 第一时间扑向了我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不该回报他 爸 我真的怕死了 你抱抱我好不好 我现在才知道 你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 从前我真是瞎了眼 我叹口气 终究是很不下心 抱住了他 其实我也怕的 怕临续冲动 我就此时去捧在手心里的女儿 血浓于水 哪能是说放下就放下的 这时 刘如烟 微微缩缩地走到我们身边 轻声喊女儿 田田女儿突然扭头愤恨地瞪着她 一把将她推开 对着警察喊起来 警察叔叔 他也是共犯 就是他为了讨好林旭 将我绑起来 交给林旭的柳如烟恐惧地反复摇头 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我知道女儿陈田不会冤枉柳如烟 毕竟从小 妈妈在她心里的分量是最重的 所以她才会那么容易被柳如烟引导 试试站在柳如烟那边 柳如烟的行为让陈田信念崩塌 此刻哭得不能自已 我挡在女儿的面前 遮住她的视线 冷着脸质问柳如烟 女儿说的都是真的 你为了讨好那个畜生 将我们的女儿绑了送给她 柳如烟哭着扑过来扯我裤脚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是林旭逼我做的 一切都是林旭 我一脚踢开她 心中说不出的失望与愤怒 她是怎么配当一个母亲的 警察这会也听明白了 过来给她戴上手铐 她拼命叫喊 老公 救我 我不能坐牢 老公见我不为所动 她再次将责任推到我身上 陈青年 我会这么做都要怪你 我求过你救我的 要不是你对我和田田那么冷血 我不会被逼到这个地步 我只是冷冷地盯着她 一言不发 直到她被拖上警车 我才转身抱起女儿安抚 别怕 爸爸带你回家 女儿哭到打嗝 还抬头惊讶地看我 爸 你个到原谅我了 我浅浅笑了笑 看你表现 毕竟爸的心也是肉作的 警察问我要不要给柳如烟写谅解书 我问闺女 她冷着脸 不写 我不想要这样的妈 后来 林旭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柳如烟判了六年 从那以后 闺女懂事了许多 她再也不和我顶嘴 三观也掰正了 她再也没提过柳如烟 却经常跟朋友吹嘘 我是她的英雄 我那群兄弟来看我 认了陈田做干女儿 陈田开心坏了 我有五个爹 各个都是大帅哥 我和兄弟们都被逗笑了 日子似乎变了 似乎又没变 一天天的往前 却更有盼头了 全文完 全文完